各位观众,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牌子 而我第一次来韩国,就献给他们了 第一次来首尔,就住这么大的房间 不错不错,不过肚子有点痛,上个厕所先 第一次来韩国,天气超级好的 风吹来是有点凉,太阳照下来是有点温暖 现在落地不到5个小时,就直接来参加活动了 真的是很贫,之后我会在首尔多待几天 在这里吃吃喝喝那一个Vlog,就是另外一集影片 这一次最主要就是来参加 On Running跟Puff,也就是Post Archive Faction的联名活动 这个品牌是在首尔2018年的时候 创办在短短的6年之内 他们就很迅速的成长,现在是很出名的一个品牌 至于品牌的风格,你说它是机能风 我不觉得它是机能风 它很多材质或设计是很不像机能风会做的事情 这件衣服就特地做的有点像叶子破掉的那种感觉 这个帽子很神奇 可以啊,留个一个位置你可以亲吻我的脑袋 这个品牌的主理人一共有两位 不过比较长路面呢,也就是他们的Creative Director Lim Dong Jun 或者是成为DJ DJ它本身其实不是学服装设计的 而是Industrial Design出身的 这个就有趣了,它品牌主理人修的课程 就直接影响到品牌的方向 他们就舍弃了服装行业很传统的系统 也就是一年分成春夏还有秋冬 取而代之的就是数字 第一个系列就是1.0,2.0,2.1 甚至还是有2.1plus的那一种 你很常看到有同样的单品会一直出现 可是每一次新的2.0或者是plus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有一点改进的版本 有一点像是我们的手机在更新iOS的感觉 throughout the whole on-running collaboration which part is your favorite part? It can be people, progress, or even the product itself 肯定是 people because on-running itself is like pretty young company so and the people is really energetic and they got eager to go further compared with other sportwear brand 我觉得这个品牌就是一个很专业的跑步品牌 可是最近他们好像有很多搞头 之前他们跟South to West Air的联名 就有成功吸引到我的目光 而这一次他们就跟Touth的联名实在是太帅了 而这一次用了鞋型 是叫做Cloud Monster 2 一共有两个配色 这个是黑色的 然后我自己是更喜欢这一双 它有点带绿的灰色 这个配色真的是超级好看的 当然除了鞋子 他们还是有一系列的服装 像这一件就是很清亮的那种 跑步的树干的材质 然后在上面 有做了很多这些拼接 很多细节的衣服 肩和背 看一下 哇 还有在这一次他们的路线 最闲的呢 就是这一件荧光黄的外套 这件也是细节满满的 刚刚我在他们的店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OK 这个联名鞋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设计 可是当我回到酒店坐下来 慢慢看这双鞋子 然后跟一般的这个Cloud Monster 2比较 我才发现到是很不同的 OK整双鞋子我觉得保留下来的就是它的这个鞋底 然后这个鞋底二代的Cloud Monster 跟第一代的最大的差别 就是这一次他们有做了这个双密度的中底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前后是有两个分割线 然后前面的密度是比较密的 所以我自己穿起来的话 这个脚感很明显的前脚长是有比较弹一点点 对于我来讲最舒服的鞋一定是跑步鞋的 像这一种就是以跑步鞋为基础 然后跟一个时尚品牌做联名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逛街神鞋 好不好它就不跑步了 它就是逛街而已 这间店就完美呈现了什么叫目前和幕后的美学都兼具得到 像前面这一块就是一个很大块的LED 然后一般上这种幕后的东西我们都会想办法把它藏起来 可是他们却把它录出来而且是做到很好看 收尾很好 在下面就是放一台电脑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上一次跟Helenox做的联名 整个看起来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艺术品的感觉 然后还有这个喇叭几乎是比我人还要高 应该不是几乎啦 应该是高过我啦 这个联名系列就叫做Current Form 1.0 Current其实就是代表着水啊 或者是空气流动的一个方向或者是力量来说 你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设计啊其实是有符合到这个主题的 他的衣服和裤子是很薄 然后有曲线是可以随风而飘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看到DJ发了一张手稿图很明显的 他们就是采用了很多建筑物啊还有室内设计的曲线 这双鞋子啊我是拿原尺寸US-10 穿下去的这个脚感是有一点点空间 可是是刚刚好的那一种 这一次我就一个人来而已 所以没有人帮我拍穿 大家只能这样子对着镜子拍给大家看 上衣是我们Futuremate旧的单品 穿了好几年我都一直还在穿着 然后裤子的话是我们春夏最新的这个可以变短裤的长裤 这边是有一个拉链的 然后鞋子穿下去上脚真的是好看啊 这双鞋子值得再看多一次 有没有 近乎如飞 这一次在韩国的活动就以一个跑步来做结束 我自己本身是结束过onrunning 然后也看过PAF的东西 只是没有想到可以亲身来到韩国来体验一下他们的活动啊 实体店这个感觉真的是很棒 这个联名系列会在5月10号开始发售 真的是觉得蛮值得入手的 我身边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询问说 哇要怎么买这双鞋子是不是能够带购 这个影片就差不多到此为止 下一支影片就是我在韩国吃吃喝喝的vlog 我们下支影片见 吧 还有海报啊 我们下支影片 相机